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 是这定睛太重啊 还是不好意思拿出来 郎主何时发现慰言之事 昨晚 那为何昨晚不处理 要是昨晚处理了 今日这番棋 我怎么瞎呀 郎主都计划好了 越来越聪明了 我们都是你棋班上的棋子 你说得没错 昨日有人亲眼目睹 燕子精于江边杀害慰言 带走 是 他不会这么简单被抓的 我知道 他说这是你应得的 带着他离开商队 真有密室啊 商队有救了 有了现金 就有参加关拍的资格了 对 没到把商队的财物都躲回来 不过现在商队的事情人尽皆知 我觉得他们会想方设法押我们的家 端午想要买掉密室里的财宝参加关卖 崔家已在扬州各出手前 甚至编买店铺 对那批关卖的珠宝值在必得 公主之旗不足时 他们必定会下足血本的 燕子精从河浦到广州 他所做的每一招都是将崔家逼入绝境 所以此次关卖也一定不会那么简单 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 一块儿竞牌 最后价高者得 燕石商队 清 真是一出好戏啊 燕子精 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这么看来 就不能让这张静然 离开广州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